你好 這裡是QO的電腦 我們也做簽證移民 今天我們來大家講解的是 美國跟英國福利的比較 上一期我跟大家講解了美國和英國的 哪一邊是天堂 那個是說暴難民 今天我們來主要講解福利 美國和英國福利的比較 我們做的這個圖 我的微信號是QO的UK 我特別做的這個圖 就是為了解釋給大家聽 美國跟英國福利的區別 然後我來開始講解 福利裡面包括的東西很多 包括福利的皇屋 大人福利 小孩福利 奶粉錢 難民福利 第四重福利 水電煤氣 地稅 這些都屬於福利 然後我們來一一講解 當然 我只講有的 不講沒有的 當你到了英國 報了難民 全部住的東西都是免費的 包括皇屋 暫時是沒有 但是你可以得到難民福利 和第四重福利 水電煤氣 看清楚水電煤氣 看守泰式地稅全部是免費的 全免 難民住的 難民房是全免的 但是難民有時候會花工作許可 但是他很少 花給很少的一些人 就是難民你超過六個月 是可以申請工作許可的 但是很少了 被遣返的可能性 如果你有小孩 特別是在讀書 遣返可能性就比較少了 但是並不代表沒有 再要看你自己聰明不聰明 要即使提交 一到七歲要全家提交做身份 之前可以拖一下 你在申請難民期間是安全的 小孩讀書在英國是免費的 醫療也是免費的 只要你報了難民 當然後面難民被拒絕了 有的人說你要交錢 生小孩也要給錢 這有聽說過一小部分人 但具體有沒有英國這邊比較亂 要不要給錢 這樣子沒有個定論 只要小孩一拖到錢 帶到英國來的小孩 全家就可以申請身份 一旦小孩達到十歲 就在英國出生的小孩 國外出生的小孩不行 達到十歲就可以入籍的 大人是不可以入籍的 除非拿到遠距後一年 當然難民是不能出國旅遊的 然後講到兩年半 英國後來 推出了兩年半的肌流 是沒有福利的兩年半的 兩年半有福利跟沒福利的 英國政府因為被人領福利 好像領怕的 所以推出一個無福利的 所以無福利就什麼都沒有了 要自己搞定了 他就是給你身份 你要自己搞定 所以有的人寧可報納名 有能養不想要兩年半 就是這個緣故 不過現在身份拿到的人 多數都去打工了 所以這些東西要你自己交了 然後工作許可當然就給你了 就不會被錢還了 那學有就免費了 當然身份已經有了 這一組兩年半身份呢 現在漸漸的被政府取代了 那個有福利的兩年半 但是這裡面有比較混亂了 有的人還繼續是有福利的兩年半 有的人就已經沒有福利了 到底有沒有個標準 可以告訴你 暫時是沒有標準的 小孩一旦到時 這個隨時都是可以的 大人在遠居後一年就可以入籍 兩年半需要拖到十年 十年得到遠居 兩年半十年得到遠居 十年得到遠居 然後遠居後一年入籍 然後已經可以出國旅遊了 這是可以的 這裡錯了 改成可以 可以出國旅遊了 只要一拿到兩年半身份 出國旅遊就是可以的 現在講是有福利的 英國一旦你批了兩年半是有福利 五年是肯定有福利的 遠居肯定遠遠都是有福利的 在吉祖那邊都是有福利的 只要你是低收入 我下面給你估計的 每年的福利的可能收入的範圍 這都是估計的 首先環屋他會給你 就是你自己租房或者婚種戶房 如果你自己租房 今天大概是八千磅 家庭的範圍 這裡完全是古蹟 聽清楚只是古蹟 大人福利可能 都是年的 小孩福利是每個小孩 都寫出人民幣 方便你們看 哪一份錢 每個小孩大概一年就一千 這個都知道了 然後 那名福利就沒有了 因為這些已經拿到身份了 水電 煤氣 地稅 這些人在低收入的狀態下的人 是可以得到相應的減免的 特別是單親 單親這些可能都不用交 水電 煤氣 地稅 單親的情況下 因為單親不能工作 他們哪裡有錢交 那些工作許可肯定是有 就不用說了 小孩讀書醫療 這些肯定都免費了 然後 就說到 其實現在在英國還是公化 就是 黑公都找不到了 有身份的在英國打工 那個就是大爺的級別 比老闆還要牛 老闆 是老闆的老闆了 那在英國打工 就是老闆上面的 然後 拿到遠居之後 然後 你最後一年 是可以怒疾的大人 當然 五年難民 這裡說到 五年難民 是不可以回國的 是不可能 回去 回去就過不來了 英國是很 很嚴格的 只要你是五年難民 回去的就別想過來 然後說到美國 美國 具體也就不說了 這些糊塗肯定都沒有了 然後水電煤氣 這些地稅要自己交 然後工作許可的 美國不管你是暴力 還是密查都給你工作 而且開車啊 什麼到美國 都可以 但是在英國 沒生混的上一期就說不可以 這個我就不哪處了 今天主要講狐逆類的 哈 然後 醫療 美國主要靠買醫療保險 這些在美國的小孩都知道 然後說到七歲 在美國是不會拿到生混的 然後小孩一出生 這個大家都知道 七歲 或者七年在美國是不可能拿到生混 很多 美國已經四五歲到二十歲的 父母生混還未必 聽清楚哈 十五歲到二十歲的小孩 有的在美國 父母生混還沒搞定 但是英國只要七歲 全家就拿生混了 這個區別是很大的 在美國就是有時候拖死你 你沒生混拖死你 但是好處是 美國你想幹嘛都可以 英國想幹嘛沒生混 英國只要挨到七歲 全家就拿生混了 美國有時候挨 美國只能挨到二十一歲 小孩就成年了 可以申請父母了 就是二十一歲的美國小孩 因為他成年了 可以申請父母 讓父母拿到綠卡 當然被美國一出生 小孩就有美國籍的 但美國籍對他的身份幫助 聽說是很小 沒有什麼幫助的 然後美國 大人入籍的條件是五年 以後可以入籍 當然美國都是可以去旅遊的 不管你是綠卡還是納米綠卡 短期回國都是可以的 這裡主要講到的是 英國和美國的福利上面的區別 當然我後面會再講一個 英國到底福利能拿多少錢 這一個片段就先錄到這裡 我的微信號是QO的UK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跟我聯繫 謝謝你